OK好,大家好,我是這個Dappin Taiwan的專案經理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就是我們這個專案這樣子 然後先介紹我們的成員好了,這邊主要是我們的前端還有後端還有設計 沒錯,對好,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專案吧 我們直接講我們專案的功能,其實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使用者會先查詢就是網域 因為我們是一個提供一個自由網域的服務 所以說他們查詢網域之後 網域之後就是要,如果這個網域沒有被註冊過 就是可能是A.Dappin Taiwan的話,沒有被使用過的話 他就可以提出申請 但提出申請會需要附上就是他想要打算用這個網域來做什麼事情 他提出來之後就會送出申請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會去目前的話,先去端我們會是人工去看看說 他是不是是正確的使用,沒有就是用在奇怪的用途上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審查完之後,他就能夠獲得網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流程 好,那我們來看到這是我們使用的介面,這是首頁 就是非常簡潔的,就是你只要打算網域之後呢,按下搜尋 就可以看到結果了,接著呢,直接按出申請 然後下面這些是假資料 就是在實際情況下呢,我們會依據他搜尋的內容去提供一些相關的結果這樣子 就是他可能搜尋了A之類的 然後我就回給他可能AA之類的 就是相關的結果會被列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使用者自己在管理網域的介面這樣子 首先他會有自己的網域列表在這邊 然後呢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操作 包括是DNS的設定 或是其他功能的設定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專案 就是說我們在學網頁開發的人 我們一開始呢都會 建構出很多自己的網站或是一些自己小專案之類的 都會享有一個網域 但是網域事實上是要用錢去購買的 所以說對於學生或是初學者來說 去購買一個網域事實上是個很有負擔的東西 所以說呢我們想說可以借我這個機會就是提供這些人一個自由的網域 他們就可以用這個網域來就是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初學者還有就是學生來說是個非常有用的東西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專案的幾項特色這樣子 就是呢我們這個在相較於其他類似的專案 像是這個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他們的操作模式通常都是可能在Github上發PR 所以就是比較沒有這麼直覺性的方式來操作 因此我們會提供一個比較對於數學者比較友善的環境 來讓他們註冊這個網域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個網域是完全免費 就是使用者是不需要付任何費用的 只要他們能夠提出他們的申請 能夠通過他們就能擁有這個網域這樣 接下來就是他是一個TW的網域這樣子 就是在面對其他國家的開發者的時候 可以更好表明說自己是來自台灣這樣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特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目前的成效這樣 我們目前已經在目前專案處理開發階段 就是剛剛看到那些頁面就是已經開發完成的頁面 然後我們已經有發布就是相關的介紹影片這樣子 在YouTube上面已經超過1400觀看和250個按讚的數量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有有效的推廣到就是說 應該有非常多人知道已經有這個專案在進行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專案的未來發展 目前現階段的規劃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趕緊的把這個網站給釋出 之後我們就可以向外推廣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這是已經運行之後 我們會嘗試去跟一些開源的專案 或是開源的工作者合作這樣子 就是他們如果有這個網域的需求之類的話 我們可以提供他網域這樣子 就是我們會用合作的方式來推廣專案 然後除了這之外我們在未來還希望就是 我們不要單單只提供網域這樣子 我們可以提供網域相關的功能 像是我剛剛在那個Dashboard頁面 事實上是有一個選項是擴充功能這樣子 就是他們可以利用這網域可能就是可以快速架起一個個人的網站 或是就是數位名片之類的功能 都會包含在裡面這樣子 好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的成果的影片 大家好 首先我們可以在首頁的地方看到大大的Dev in Taiwan 在下面我們可以搜尋可用的子網域 搜尋之後就會跳轉到搜尋結果的頁面 如果子網域還沒有被註冊過的話 它就會顯示勾勾 那如果已經註冊過了就會顯示XX 接下來是我們的登入功能 我們使用GitHub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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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現在來尋問 這邊就是有沒有一些更 已經在使用這個服務的一些意見 就跟所使用者的回饋意見等等 如果有的話可以待會可以介紹 還有就是說 也提到就是它還是會需要你們一些財務上的投入 那這一部分 透過初選到現在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會來做法 大概先這樣子 你們服務的提供對象有沒有選擇性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們是要去針對或是沒有經費的人 他去設置自己網的人提供服務 那你們是採用加採用申請制呢 還是要怎麼篩選 不然為一個大公司 我們一定可以自己買網民 但是會用你的服務 會用掉你的一些資源 所以有想過這樣 那聽起來有一點像是想要提供網域界的社會住宅的概念 是這樣子可以這樣理解嗎 就是買不起網域的可以在我這裡提供一個友善的新手村 那你們怎麼去運作這個機制 包括剛剛劉老師說的 誰可以來申請資格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可以一直用下去嗎 就這個社會住宅住了就不用搬出來嗎 那會不會佔到你們本來的這個容量 然後讓想要再進來的人沒有辦法進來 這些問題要怎麼處理 就整個機制的設計是什麼 那我跟著問一下審核的部分 就我看起來現在審核應該是只有開頭的時候會審核吧 那我們後續怎麼樣去驗證 比如說他們的申請的人有沒有符合他申請的 宣稱的那個用途 那是你有想過這個機制要怎麼進行嗎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我想好奇問一下後面的這個DNS的服務 是想要用哪一家的嗎 還是想要自己從頭來做一件事情 謝謝 就是目前的話 我們因為這網站事實上還沒政治試出 現在還在Beta的階段 所以說目前還沒有實際的使用者 因為我們的Beta也才剛出來應該沒有多久而已 所以說目前是還沒有實際的使用者體驗 就是說我們這個專案的確就是因為我們要去圍運這個服務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網址本身也是要用錢去購買 所以說財務上確實是一個需要考人的點 但是我目前為止還是由我們自行出錢圍運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會考慮就是找尋一些贊助商 或是提供一些其他的周邊服務 就是用這些周邊服務來賺取一些小額的收入這樣子 再來是服務提供對象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主要會希望以台灣的開發者 當然是你是台灣人不是開發者也沒關係 那如果你是國外的那相對也是可以申請 只是可能申請的通過率會比起台灣人會相對較低這樣 然後再來是採用申請或者是怎麼篩選的部分 就是他們申請之後我們會依據他的需求來評審這樣 然後但是他們就是申請拿到這網域之後呢 他們的使用我們是比較難掌握的 我們目前的解法會是說就是用隨機抽查方式去檢查這樣 可是這個是蠻耗費能力的 所以說可能更需要就是社群上大家互相的觀察這樣子 對 關於可不可以一直使用下去這個問題 我們一般來說會先就是你申請後 我們可能給你半年或者是一年的使用期限 在這之後你可能要重新提出申請 對才能繼續使用這個指網域這樣子 然後後續的驗證就是像他剛剛說的我們會定期抽查這樣 對還有就是可能沒多久你就要重新申請指網域 然後DNS服務我們目前走的會是使用Cloudflare 對然後去接他的API 來讓大家來設定自己的DNS來使用指網域 對好但我的回答到就是 我們再追問 有沒有可能就是例如說 有個程式教學的課程老師 國中老師或高中老師 他有一批30個學生的班級 老師們跟這些學生他們就不會做奇怪的事情嗎 老師來跟你們申請 當然這也需要資源 但是你們藉由這個平台去跟企業贊助 所以我現在問的可能會是 有沒有什麼想過的類型的企業 也是在賣網域的企業來贊助嗎 還是有沒有企業贊助的類型 然後剛才提到如果是一個高中教程式的老師 帶30個學生來參與你們的使用 這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企業的話我們可能會比較偏向 也是就是做程式教學的公司為主這樣子 因為他們的性質比較類似 而且他們也可以就是他們可能教網頁設計的話 他們教網頁設計做成品 可以馬上來跟我們申請網頁然後上架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合作方案這樣子 然後像剛剛提到的就是老師帶著30位學生來申請的情況 一般來說因為這作為教育目的 所以我們當然是非常樂見其成的 但是呢因為這個學生數量非常多 而且老師也沒辦法去控管每個學生 他們實際使用的情況 所以說我們覺得還是會依照 就是一般的我們申請流程也會去做審核 這樣就是不一定能夠大家都通過 對 那我們回答大概是到這樣子 好 好的 好謝謝Def in Taiwan 謝謝